我們進入到這個Google試算表 就是你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讓WebTuner把那個數值就直接寄到裡面去 因為要做統計的時候 如果你一個一個來抄 有時候人會偷懶 或者是沒有抄到 我們就讓它自動運作 那你要寫入試算表 第一個前提當然你要登入Google雲端硬碟 好,這是第一個 所以麻煩各位 請你先登入你的Google雲端硬碟 Google雲端硬碟 進到雲端硬碟之後 我們就從新增這裡 是不是有一個Google試算表 把它按下去 那建議各位呢 你可以先在左上角這裡 它不是一個叫做無標題的試算表嗎 請先給它一個名字 左上角這邊 你可以給它一個名稱 中文英文都沒關係 這不影響 給它一個名稱 那 我們在試算表上面 第一欄通常我會做欄位 為什麼 因為這樣以後我在看資料的時候 我比較清楚這是記錄什麼 可是沒有欄位名稱 老實講也沒有關係 如果有是比較方便 我們自己看了 所以我可以記錄日期 比如說這是今天是哪一天 對不對 所以我把日期把它記錄下來 日期 再來 再來 記錄時間 好 再來就是我們的光明的亮度 我就記錄這三個就好了 不用記錄太多 為什麼 因為在WebDuno裡面 這一塊 也是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它把原本 我們可能要學一些什麼西國語法 SERVER端的一些那種 就是 比如說PHP Darnet 那些語法 通通什麼 你就直接用這個 來當你的資料庫 好 這樣有沒有這個做好了 那預設的話呢 既然它叫試算表 各位應該都用過Excel 對不對 Excel下面 有沒有一個叫做工作表的名稱 如果你沒有特別修改 原則上都叫做工作表1 對吧 我們在Google試算表是這樣 所以你只要做到這邊就可以了 也就是我先把一個試算表先準備好 那準備好了之後 很重要的 因為平常我們這個試算表 或者Google文件的檔案 是都是私人的 也就是別人不能看嘛 當然也沒有寫入的權限 但是因為你現在是要讓WebDuno資料可以寫進去 所以那個權限你必須要給它 不然人家沒有辦法把資料寫進去 所以請來右上角 是不是有一個叫共用 我先調查一下 有沒有同學 你用的是學校 網域的Google信箱 就是拘束的 好 如果你有用的 那個共用那邊 要注意一下 要設定好權限 不然預設它是給 學校網域的可以用而已 所以你看我把它按下去 因為我這邊已經設 我也是用學校的 可是因為我已經有設成共享了 好 你看下面這邊 不是有一個取得連結嗎 你把它按下去 如果我的預設值會是 有沒有領東的 你要把它改成 就是知道連結的使用者 那如果你是一般的Gmail信箱 就不會有中間這個 就是只有限制不開放的 或是直接知道使用者的 這個稍微留意一下 因為如果你沒有注意 奇怪為什麼我都寫不進去 就是因為那個 學校拘束的教育版 它預設就是只有 學校相同網域的人可以共享 好 了解囉 所以你要選哪一個 是不是知道連結的 好 那你選好了之後 它就會告訴你 有沒有一個超連結 這個請你把它複製起來 我們在WebDuner裡面會用到這個連結 就是取得連結 然後把這個複製起來 都有了嗎 都有了 好 那你這樣好了 我這裡就完成了 我們試算表的任務 就大功告成了 那我們來看看這邊 你回到我們的層次碼這邊來吧 回到我們的Blockery 好 我們要在哪裡找 找最下面有沒有一個資料簿 是不是在這裡有一個資料簿 點下去 找Google試算表 好 它裡面呢 就四個積目而已 不過其實現在官方 其實也有一個就是加強版的 就是它是 等於是外掛 讓你可以做更多功能 我們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第一個積目 因為它要知道你的視算表在哪裡 所以我把第一個積目拿進來 拿進來 拿進來 好 我就放在那個設定的下面 因為它要先知道在哪裡 對不對 先知道在哪裡 拿進來之後 剛剛還記不記得我們有複製一個網址 共享網址 請把它貼上去 我在這邊已經貼進來了 那麼我們的工作表 因為都沒改過 因為都沒改過嘛 是不是要工作表一 這樣 當我這個程式執行的時候 它就可以抓到你的視算表 就這麼簡單 那抓到之後 是要把資料把它寫進去 對不對 我抓到之後把它寫進去啊 那麼 就是要放在這裡 因為開始偵測之後 是不是才會偵測到 我的光線的亮度是多少 所以要寫進去 來一樣找到這裡 Google視算表 有沒有第二個積目 叫做把資料寫到視算表 拿進來 你要顯示之前寫進去也可以 或者顯示之後寫進去都沒有關係 因為這不影響 因為它已經偵測到了 只是顯示給你看的時候 那個什麼順序而已 好那我要寫進去 請問我剛剛準備的幾個欄位 我是準備三個 所以我們積目裡面 是不是也可以準備三個 當然如果你只準備一個 我也不反對啦 只是另外兩個欄位 沒有寫資料而已 所以我在這邊 現在預設不是有兩個嗎 A跟B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齒輪 有沒有發現 Blackly使用方式都一模一樣 就是你基本的概念有了 這個欄位不夠 這樣是不是可以寫三個 ABC的 好 那我要寫的是一個是日期 一個是時間 還有我們偵測到的光明素質 那我就來找一下 光明素質 我先把它放到這裡來好了 因為我們剛剛上面這裡 不是有一顆嗎 對不對 按右鍵可以複製吧 容許我偷欄一下 先放這裡 這樣是不是就一顆就先準備好了 我上面給他的 這裡給他的 也是偵測到 這裡是偵測到的 這樣有問題嗎 都跟上了齁 來 那我們怎麼樣去取得系統的 就是日期跟時間 一樣在進階功能這裡 在左手邊有個進階功能 打開 有沒有一個叫控制台 這裡 你們的控制台應該是第一個 因為我這上面有三個外掛程式 所以你會覺得我的好像比較長 有沒有 點下去 有看到 現在日期現在時間了 都找到了齁 所以把它拿進來吧 拿到A日期 拿到B時間 這樣有沒有就寫好了 剩下的事情 叫做按下Penay而已 但是注意一下 有一個要注意 我剛剛丟的時候 我是不是丟真正道的數值 各位 你記不記得 我們剛剛上面有做一個轉換 如果我沒有做這個轉換 存這個數值的話 會是多少 是不是0到1中間那個數字 假設你要好開一點的 我把這個拿掉 把這個複製一份可以嗎 這樣有沒有比較大串一點 這樣子我寫進去的 是不是就是 兩位數的 好 我們play看看 play下去 你來看看你們家的試算表 看有沒有寫進去 沒有 沒有寫進來 我剛剛有貼錯嗎 好剛剛忘記把全線打開 現在寫進去 看看有沒有 果然 今天快不行了 現在只能檢視有沒有 因為你要變成編輯者 這樣是不是還可以寫進去 他才有權限 所以補充一下 這裡 也要加進來 有沒有寫進來 有沒有寫進來 因為現在還在繼續偵測中 所以我會讓他改變一下 我壓一下 有沒有突然數值就變小了 所以用這種方式 是不是可以讓各位 可以比較看得到那個變化的趨勢 因為有時候我們只看一個值 就好像看股票一樣嘛 你只看今天的 跌的不少 因為昨天 昨天 美國股市 有沒有 20大不是跌的四分之一嗎 反正25而已 沒有多少 因為他股價很高嘛 好像1000了 是不是 所以那就差很多 這樣有沒有都寫進去了 那你是不是可以借用你的 那個 不管是你用Google試算表 或是Excel 就可以做那個樞紐分析嘛 你就可以去看 這個是我們在WebDuno裡面 各位怎麼樣跟你的 試算表做連結 這樣還OK嗎 所以你可以先了解看看 因為像這幾個都是WebDuno的優點 因為你如果沒有這樣做的話 其實你光要學中間這個語言 就要學蠻久的 因為你要認識很多東西 好 終於我們要進入最後階段了 82月 82月 我們現在這個時間先休息一下好了 好吧 現在那個38分嘛 我們先休息10分鐘 割起來動一動 我有倒數哦 我有倒數哦 好 好 嗯 好 好 有兩句話 好 這樣子代表 你要啟動 那你有嗎 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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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寫入 這裡是有 對 因為你 你只知道他執行程度都不可以圓上成這樣 可是我要寫進去 所以你要放在 偵測記錄裡面 放在這個偵測 不管這個裡面 北京都不安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太極了 你好 你好 我可以 來 謝謝 好 好 好 字幕提供 這裡是兩個 還加一個 再聽一聽 再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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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我請你把水還給我 沒有他這個是很重要的 他是 他這個是很重要的 他這個是很重要的 好 那現在接得起時間 對 對 真正主持是用這個 這個 右邊 右邊 上面 你也要顯示出來 顯示出來要一個 然後寫地區要一個 所以不要多來 反正加低就好 反正加低 反正加低 對 對 對 好 那日期直接再進一間 有一個日期 這樣你看不到 他 請問一下 是 他沒有偵測到光明 就是日期沒有發到光明 那我們就回頭看一下就好 沒有偵測到光明 但是 我知道 為什麼 因為你偵測是在這裡 但是寫入已經跑到外面去 因為我如果在外面 他只會寫入一次 所以 而且改入資料庫啊 不能放在最下面 放這裡算可以 但是一放一放比較上 讓他顯示進來就先 你不要說等到太近了 因為有時候會體驗你 所以我讓他 等你抓到之後 放這裡面 因為他每抓到一次 可能數值就會變 如果你剛剛放下面 只要抓了一次之後 哇 他數值是不會更輕的 喔 每周他要跑回圈 可是你放在回圈之外 那就 只有一個數值 沒有 在回圈之外 有 在回圈之外 有 都 有 有 我以為你會說什麼改字喔 沒有這個叫做改字 你不知道 那是遇到我們那個 那是說什麼這樣 那是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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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還可以寫一次 可以啦 還是可以編集 會去 可以當心 那這個 這個彈號這個 按鈕有沒有辦法 然後後面才看得到 對 所以你說 不論過呀 這個是不論過呀 有染氣 因為 你怎麼說 不能做 那一風能馬上變灰色耶 對 那很奇怪 你怎麼說 你怎麼說 你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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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準備一下 多大物才行 有遇見的那能帶一遇喔 多大物才行 有遇見的那能帶一遇喔 他在凌現的時候 因為他有震動 所以在 在製造中 那要幫他改...改...改秀... 改秀什麼上去... 要改秀一些事情 剛剛是在離現狀態 沈美姐 怎麼會離現狀態 離現狀態比較慢 但是我剛才離這張體 要這樣關掉 不然因為它沒有真正暗暖在重新連到現場 所以整次暗要重新確認 這個我知道 如果你是在理現狀態下 它會有些功能不能用 對對對 它有時候它會暫時在背板 因為它連線都在重新 做統治 所以你會不會做什麼 像是一個人 我現在要來做一個人 我現在要來做一個人 做一個人 然後之後再做行 這時候應該要做什麼 可是我現在要做一個人 對 因為呀 你爬完之後 我現在要做一個人 對 所以要來找 假設你爬完之後 我現在要做一個人 我現在要做一個人 沒有工夫 那我就在他身上 那我就是在他身上 他願意要誠實 以為你上了一下 所以說你需要在這裡 所以要加一個人 你如果中間沒做什麼 分開的時候 對他來講 我做完他完 就馬上就做 我看不到要往 所以我必須要去 你大概有他需要的 然後之後就需要等下 為什麼你這樣 他會覺得 我們就把他身上 大家高了 那個小子 然後即使 到了 還有 這麼高 你剛好 好 運燃 這麼高 你看 開燈 白燈 兩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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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